中共千里秘密導彈試驗為作戰做準備 中俄北極合作令周邊國家擔心 馬斯克推出Tesla機械人的士Robot Taxi 香港法官駁回黎智英陪審團審理請求 法拉城民眾慶雙十節表心聲稱中共不代表中國 據法國國際廣播電台10日報導 中國9月份的洲際彈道導彈C射標誌著 對作戰必要性的一次測試 此舉加劇了太平洋地區的緊張局勢 由於該地區多個國家的領土 主張存在重疊 北京和華盛頓都試圖施加影響力 據路透社認為 除了政治因素 中國導彈試驗也反映出軍事需要 6名安全分析人士 和4名外交官 對9月25日的發射進行了評估 他們表示 即使在中國核武器擴張的背景下 這次罕見的試射 帶有政治資訊 不過它提供了共軍火戰部隊長期以來的需求 即確保中共核威攝力能夠像宣傳般發揮作用 中共國防部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這次發射的是共軍火戰軍年度軍事訓練例行性安排 並提前向有關國家作出通報 火戰軍負責常規同核導彈作戰 中共國防部還說 這枚攜帶模擬彈頭的洲製彈道導彈 準確落入雨堤海域 但沒有說明具體位置 北京在發射前通知了美國、法國和紐西蘭 澳洲則在計劃活動啟動前幾個小時收到通知 但沒有提供任何細節 中共試射動作令很多印太國家緊張 包括澳洲、飛濟、白樓和紐西蘭都批評了中共 在太平洋進行的洲製彈道飛彈試射 敦促中共政府不要加劇整個地區的軍事緊張局勢 對於中共為什麼選擇這個時候在太平洋試射呢? 前美國國防官員唐安竹表示 這是衝著國際秩序發出的一個相當直白的信號 表明它忍耐是有限的 中共準備使用最強大的武器來威懾對手 或在必要時懲罰他們 而台灣勵志協會行政總裁龍華科大助理教授 法學博士賴榮偉則認為 他其實要傳達出一個非常強而有力的軍事信息 也就是說 在我中共有這樣的軍事能力的情況下 你美國為首的西方各國 你不要輕舉妄動 不要挑釁我中共的根本國家利益 賴榮偉還說 另一個原因是 中共國慶日之前 鞏固政權的意味非常濃厚 那當然也是順便值這個機會告訴整個中國 近幾年來的風風雨雨 對中共負面的信息 要告訴國際社會 你們所擔心的事情 你們認為我中共政權會倒 根本就沒有 我的軍事還是非常地牢靠 然後我中共還要按照我習近平的政治領導之下 這個一黨領軍 非常地有組織有紀律 不是你們想像的派系鬥爭內部不穩 那也說給中國內部這些所謂的人民聽 就是說 要相信共黨的領導 會比你美好的強國大國的未來 面對中共在印太地區咄咄逼刑的動作 美國海軍作戰部長 弗蘭基蒂 在9月18日 就發表了最新的美國作戰海軍領航計劃 目的是達到兩個戰略目標 為2027年可能爆發的美中戰爭做好準備 以及增強海軍的長期優勢 而美國海軍的33號計劃 則是達到這兩個目標的兩種主要方式之一 33號計劃 目的是整合人工智能和無人系統 以及改善維修、訓練和招募水平 以保持在印太地區的戰鬥優勢 並確保至少百分之八十的軍艦、潛艇 和戰機能在短時間內投入作戰 就事件 賴榮偉表示 由於世界各國警惕中共的軍備發展 有可能陷入新一輪軍備競賽 因為跨越的海域是整個太平洋 那麼美國為首的國家 也會設定第一島鏈跟第二島鏈 中共這樣的長程試射範圍已經跨越了島鏈 美國肯定非常戒備 我想往後會產生更多的聯合軍事演習 或推動各國的GDP投入更多的軍事發展 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的導彈研究員 蒂莫西·賴特表示 這次試驗為共軍提供了一個大好機會 來評估它跟蹤遠端導彈飛行的能力 一些分析人士指出 從北亞福地發射井或從北極到北大西洋進行試驗 在地理和外交上會更加複雜 中共為作戰做好準備 就事件 賴榮偉表示 當然是有為戰爭做準備 至於要不要發動 這個要看很多方面的考慮 不管國防上的防衛 或者是有心想發動戰爭 都是為了捍衛自己的國家利益 而軍事是國家在國際關係裡追求安全 跟發展的根本的途徑之一 不過 賴榮偉強調 中共如果說不要讓世界各國因為這樣 更加緊密合作針對它的話 它必須釋放出 它跟世界接軌的和平信息 如果它在國內持續的迫害人權 持續的中容 中國的小粉紅民族主義侵略性 然後殺害外國人 然後在國際上一樣在叫囂 不參與重要的國際組織 或者想要顛覆整個國際價值 或者是很任意地說這個領土是它的 它勢必可能會引發世界各國加速軍事合作 尤其是民主國家 以上是希望之聲TV記者赴林採訪報導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 布朗上將10月9日表示 中共和俄羅斯在北極日益增長的合作 已成為美國及其北極盟友的主要擔心 它呼籲關注中俄活動 共同維護北極的安全和穩定 10月9日布朗在冰島出席北極防長會議 它說 我們看到越來越多俄羅斯和中共合作的活動 而北極是我們最近看到的領域 這是我們需要關注的事情 我們需要了解它們在一起做些什麼 是為了對整個社會有某種積極的益處 還是它們在挑戰其它國家和其它利益 10月1日 中共海警部隊在和俄羅斯演習時首次進入北極 這是美國觀察島的中共海警船所渡過的最北地區 2017年中共黨夫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宣布 兩國將聯手建立冰上絲綢之路 即穿越北極圈連接北美 東亞和西歐等地的代替航道 以減少對馬六甲和蘇伊士運河等海上通道的依賴 美國海軍學會指出 中共自稱是近北極國家 希望通過冰上絲綢之路 達到它軍民融合戰略 擴大對北極的影響力 中共對北極的興趣 令到俄羅斯在該地區的活動更活躍 俄羅斯擁有一支龐大的破兵船隊 並在北部邊境遠線建立了設施 俄羅斯還在這裡繼續擴大它核潛艦艦隊 以北極為基地 在大西洋執行任務 上個月 中共和俄羅斯海軍在日本海和鄂霍茨克海 在中國沿海到北極的兩條主要航道 進行了聯合軍事演習 雙方還在北太平洋上空 和阿拉斯加海岸附近 進行了海上和空中聯合巡邏 美西時間10月10日晚7時 電動汽車巨頭Tesla 將發布機械人的士 Robot Taxi 他的行政總裁馬斯克 在加州華納兄弟片場迎接精彩時刻 這款新車可能沒有桌盤和腳踏 作者艾龍赫森 跟著馬斯克和他的家人和朋友生活了兩年 他的書中透露說 雖然Tesla工程師反對 但馬斯克一直堅持要這樣的一款專用車推向市場 不過這種設計可能會在現有的聯邦監管框架下遇到問題 因為他無法跟設定的聯邦汽車安全標準不配 他需要在獲得監管部門的批准後 才能夠正式推出Robot Taxi 不過大家對馬斯克究竟會推出什麼新概念車非常好奇 Tesla首席設計師霍爾斯-豪心告訴TechCrunch Tesla現在有的車輛產品組合 為Robot Taxi的未來奠定了基礎 Tesla通常在旗下工廠舉辦大型揭幕活動 這次選擇荷里活工作室是一個重大轉變 標誌著馬斯克的表演技巧可能得到更多展示 以下是對Tesla星期四活動的預測 Robot Taxi預計和Tesla其他車型的最大差異在於 它無需要司機操控即可以自主行駛 Robot Taxi將繼續擁有Tesla的攝像頭和強大算力 這個不同於市面上的其他車旗的自動駕駛汽車 此外Tesla還可能在活動中發布另一款全新車型 部分投資者猜測 馬斯克可能會展示能搭載十幾人或更多乘客的機械人貨車 或是做自動配送工具 另外馬斯克可能會和Uber等建立合作伙伴關係 過去幾個星期Uber好快和幾間自動駕駛公司簽約 包括Waymo、Cruise、Wave等 可能還有快餐巨頭麥當勞加入 麥當勞上個星期在X上發貼文說 聊天即將在10月10日開始 受事件馬斯克用了一個表情符號回覆這則消息 所以外界期待星期四看到麥當勞參與某種自動餐飲外賣 演示或公告 香港一位法官議案件牽涉大量檔案和複雜議題 陪審團無法應付為理由 10月10日駁回了黎智英提出的由陪審團審理他 針對親北京的大公部的誹謗案的請求 並下令黎智英支付被告30萬縱費 這是他作為民主活動人士遭受多次司法打壓的最新事例 作為遭政府迫到停刊的《蘋果日報》創辦人 黎智英是香港主要的民主活動人士之一 遭當局醫用打壓異議人士的《國家安全法》起訴 多年來黎智英一直是親北京傳媒機構的攻擊目標 黎智英早前向法庭申請由陪審團審理該案 法官歐陽桂如週四攀下書面決定 表示考慮案件牽涉大量檔案 雙方披露的檔案共有1,213頁 而且以題複雜 涉及公眾利益、傳媒工作、用詞是否公道等 由於考試卷 認為不適宜由陪審團審理 因此拒絕黎智英的申請 據香港東網報導 黎智英指 《大公報》對他有極強敵意 過往經常以侮辱性及貶低他的身份的綽號稱呼他 例如漢奸黎等 黎智英指控《大公報》 在沒有作出查證及提出證據下對他作出不實的指控 他曾在2020年7月3日向《大公報》發出律師信 要求收回報導及作出道歉 對方卻回信否認指控 而且拒絕作出道歉 因此黎智英、日品高等法院控告對方誹謗 自2020年12月以來 黎智英已被單獨酬禁超過三年半 他因所謂的違反《蘋果日報》報社總部的遭用契約 已被判處5年9個月監禁 目前在復刑期間 美國和英國政府都不斷呼籲釋放黎智英 並批評《國安法》 北京和香港政府稱 該法對香港的穩定是必要的 10月10日是中華民國台灣的國慶日 在紐約華人聚集地法拉城 有一些來自中國大陸的華人自動上街慶祝 表達自己的心聲 他們說 願早日將中共從大陸清除出去 還廣大的大陸同胞一個自由的中國 在同一日的地球另一端 中華民國總統賴清德 亨槍有力地說出一句 中華民國和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中共無權代表台灣 這邊的法拉城大陸居民則說 中共亦不代表大陸中國人民 今天是中華民國成立113週年 我們來到這裡慶祝節日 我們要感謝中華民國一直保持著自由 民主的價值觀 中國民主人權聯盟 紐約分部主席陳偉傑在現場說 中共是一個來自海外的境外勢力 是一個一黨獨裁的非法政權 我們中國人不認同 我們正統的中國政府 應該是中華民國政府 現在的中國大陸 是被中共佔領的淪陷區 中共如何能夠代表我們呢 世界各國華人慶祝中華民國的國慶日中 不少藝人都舉著國旗 發文祝福台灣生日快樂 就事件 就有一位台灣網紅黃威威 在中國北京天安門前 以首勢遮擋標語巧妙變成 中華民國萬歲 而其中一張 還造出六四的首勢 雖然只有自己一人 但該為祖國獻賞的祝福不能少 擁有6萬3千粉絲的網紅黃威威 9日在IG發文社下 祝中華民國10月10日生日快樂 並表示相片是中國攝影師幫忙拍的 說不緊張就騙你 天安門的安檢真是特別嚴的 一進去整個氣氛感受到不一樣 有種繃緊的感覺 貼文披露後 吸引萬人朝聖安讚 很多網友都留言回應 借得好 剛剛好中華民國萬歲 台灣的硬漢子 太有型了 看到六四就知道你不是普通人了 拿一條命來娛樂我們 你真是厲害了 這組相片太厲害了 放下我的膝蓋 我真是要跪你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留言點讚及訂閱 歡迎轉發 這也是對我們的很大的支持 再見 我會看你 請記得按讚 開成功 聖位